唉,中了劇透,真是比死困難受 以下節目指標達主持人之個人意見,並非等同公眾指標 觀眾有機會因觀賞品味有異,而產生期望落差 請自行參與坊間封平,作出適當期望管理 今次要說的是無限地球危機的第三部份 亦即是對Flash對陸季第九集的名字叫做 Crisis on Infinite Herbs Part 3 今集發生了很多事,每件事與事之間沒有太大關係 所以很有今季對Flash的特色 第一條線是尋找素人Ryan Choi 第二條線是Oliva的靈魂重生之旅 第三條線是閃電俠之死 第四條線是Antimonitor的終極反擊 而我終於明白什麼叫嚴重的焦點騎劫 就是我看完整集,完全不知道結果發生了什麼事 我的腦海只關心Lucifer 究竟是與Consentine之間發生過什麼事? 我想看,Lucifer可否加一集是Consentine客串 我對這個組合的期待 是比Part 4和Part 5更加高的 今集一開始,就是講Earth 203 這是2002年電視,它是Birds or Prey的宇宙 它說紅色光煞道,整個宇宙就摧毀了 感覺好像是你特意找這堆角色出來,送死 感覺與上集的小型客串是不同的 小型客串是給觀眾一個圓滿的結局 但今次的Birds or Prey 是送他們去死的軟恨 故事就說大家已經集齊了四顆龍珠 分別有希望龍珠,Cara 命運龍珠,Sara 真理龍珠是Earth 96的Clark Kent 勇氣龍珠是Batwoman Kate Kane 剩下那三顆龍珠怎樣找呢? 就是用電腦去找 話說Ray就製作了一部龍珠定位器 他說,我搞不定 這次就找了Tim Flash的成員幫忙 Frost來到就說,這次是Ralph第一次Crossover 不用理他 這個好笑的 所有角色他們對Crossover 其實好像是跟第四面場聊天 然後Cisco就去幫忙 三秒鐘之後 龍珠定位器就修好 然後就收到那輯龍珠了 我已經無力吐槽了 這個感覺就好像你在Google搜尋 然後Google就告訴你 怎樣可以拯救Multiverse 這個就是那輯龍珠的位置 Google就告訴大家 其實榮譽龍珠就是火星獵人 然後愛知龍珠就是閃電盒Berry 輪到龍珠就是一個素人 Ryan Choi 上集你找過兩顆龍珠 找得這麼辛苦 其實原來只要有Google就OK的了 之後就出現了Monitor 強行地回復Cisco的能力 然後Cisco的表情就是 What the fuck? 我不想做vibe了 我用了整季去研究 怎樣可以不用做vibe 現在你彈一彈手指 我又要做vibe了 故事就是說 Tim Flash 他去回那個Antimonitor的避道 Pyraia 出現了 主要是說回整件事的內容去密 原來Lash 他本身是要追殺Monitor的 但是這條避道 其實是Antimonitor 故事被他找到 從而解開了那條避道 令到他被迫 就看著Antimonitor 去摧毀整個Multiverse 總之Tim Flash 一行人就打開了那個避道 就發現裡面是一個紅光發動機 而那個引擎 就由Earth 90的Barry Allen發動 這個鋪排就是要鋪排回閃電合之死那件事 而去到中間 Pyraia 拉了 就是我黑光燈的Jefferson Piers來幫忙 黑光燈就正式參與今次的Cross Over 其實我看這集之前 其實我看了黑光燈第三季第九集 因為它正正就是 今次Crisis on Infinite Earth之前的集數 而它的劇情其實都跟今次的Crisis有關 跟其他劇集的前一集是不同的 例如Arrow、Flash 它只不過是前一集 最後兩分鐘才會出現那個紅色天空 但今次黑光燈整集都是紅色天空 故事就是講男主角 Jefferson Piers的小女兒 她就在今次的Crisis上 因為她的Anti-Meta因子過多 她就穿越在三個平衡宇宙之間 而故事是有筆的 因為黑光燈身處的宇宙是Earth 73 而Jan看到的平衡宇宙 就是Earth 1的自己和Earth 2的自己 總之那集結尾就是看到這兩個版本的Jan 都一起被紅光消滅了 首先 Earth 2已經消滅了十世了 而Earth 1和Earth 2是不可能同時被消滅的 因為Earth 1是比Earth 73被消滅的 所以千萬不要看黑光燈 我挺喜歡Earth 1的Berry意識到 這個跑步機這一刻 其實我就是死的時刻 原來我要拯救這個宇宙 我就要不停地跑 跑到自己消失為止 然後她再回數之前她和Iris的道別 她再和Caitlin和Cisco相容的畫面 即是說你們是我成為閃電俠之後 第一個見到的人 我真的很感動 然後Earth 90的Berry 就突然搶走了Earth 1的Berry的速度 你做什麼啊? 你讓她去死吧! 我不想你死啊! 我看了一段Flash八集了 Earth 1的Berry 完全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 她眼中只有一個壞老婆 然後Google還要讓她做愛之龍珠 不如你來做愛之龍珠吧,好嗎? 你對Tina的愛不是更生一切嗎? 今集我最不滿意的地方 就是她一直找一堆經典的角色來受死 即是那些劇做完了 不代表你可以隨便寫死他們 Earth 90的Berry死的時候 我真的哭了 明明我沒有看過 The Flash 1990年的版本 但Tina和Berry的畫面 其實是有那種 看Doctor Who有時候 他不會剪回以前的畫面 是真的有那種 時光流勢的那種感覺 還有劇組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觀眾真的很想看Berry去死 我沒試過這麼想看一個主角去死 然後你整套劇 不如給一堆配角去做算吧 話說Iris回來 看到自己的Berry還在 他就抱著Berry 說不是你的話 那是誰啊? 然後他知道有人替她老公受死的 那種是 幸好不是我老公 那種幸災樂禍的表情是 為什麼你不讓Earth 1的Berry和Iris一起去死啊? 我真的對這次的Crossover 很失望啊 那你還要派Iris去和Ryan Choi說數 其實我完全不明白Iris是如何說服Ryan Choi去加入的 你派Ray Palmer去說服他 我覺得更加有說服力 Iris這個人是沒有用的 劇中你不要再讓他做某些大事來欺騙我們 說Iris是有用的了 已經欺騙了我們六年了 我真的生氣啊 故事其實還有一段小分線的 例如Lois Lane和Monitor說話 我覺得是用來交代Monitor的背景而設的 我希望是Part 4、Part 5 就是會繼續跟進下去 另外還有Cara和Kate的角力 主要是說Cara想用一本命運之書 復活Earth 38 Kate想用黑氣石去阻止他 我也期望下半部份會有更進 不然這些劇情只不過是碎石 就真的沒有作用 如果你不追蹤的話 好了 就要先說到我最期待的一支 就是Mia Dickel和Consenstein 要去獵獄找Oliver的靈魂 首先她說Consenstein的力量瘦了 決定要去Earth 666 去找一個人興去幫忙去練習 我就是這裡被人劇透了 屌你老尾 我已經避免所有 互聯網、Social Network 然後美劇人又有一個 混蛋在WhatsApp劇透我 還說什麼? 預告又說了? 我屌你老尾 我特意不看預告的嘛 神經病的 如果你看到她說Earth 666 其實你會自然想到的 但那個驚喜真的沒有了 這是我一輩子都不能夠補償的痛 我屌你老尾 Lucifer 其實是電視劇 Lucifer 的角色 我自己是粉絲 你喜歡可以在上面看 介紹和推薦雜數 如果你說從Lucifer 的客傳畫面 其實單從對白是交代了 Constantin 和Lucifer 過去的教程 Constantin 曾經幫過Maze 從而令Lucifer 爭了她一個人情 Maze 是幫Lucifer 打點事務的魔鬼 而Lucifer 也將Dickle 形容為她的兄弟 Amenadiel 他們也在這裡調戲Mira 也說了一句 What do you desire? 故事的時間線 其實是切於Lucifer 第一季之前 如果你看到這裡 你覺得這個角色夠吸引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開Lucifer Lucifer 把Constantin 的名字 說成Constantine 其實這是漫畫原始的讀音 只是後來人們 每個人都把這個名字讀錯了 才會成為今天的Constantin 連Lucifer 的出現 也引發了很多設定上的討論 Lucifer 也知道有Multivores 也知道有這次的無限地球危機 Lucifer 是有能力阻止整個無限地球危機 只不過她是真的在放假 完全不理會 I don't care 真的好鬼死正 而在Multivores 裡面 究竟有多少個天堂 多少個地獄呢 其實應該只有一個 因為上帝只有一個 魔鬼應該只有一個 Lucifer 就給了一張遊戲卡 如果你有看過Lucifer 那部電影 你會明白的 只要她的圖案消失 就代表她在煉獄的時間用完 Miradego 和Constantin 進入了煉獄 而那個煉獄正正就是Arrow 裡面的煉獄 這個安排除了方便之外 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你看回Lucifer Constantin 和Arrow 都是用一個相同的設定 就是人死後自我意識會製造自己的地獄 對於Oliver來說 煉獄就是她的煉獄 不過劇情她又安排Oliver會失憶 接著又摸狗地說 Oliver 你冷靜點 Oliver又冷靜回復正常 就是Oliver要回去人間的時候 就突然跑出一個男生 這其實是今次無限地球危機經常出現的情況 就是無緣無故有一個不懂的角色出來 然後就跟大家說她是誰誰 你就知道我那個是漫畫角色 這個男生 他就叫做Jim Corrigan 其實他是一個Specta 他跟Oliver四目交頭之後 Oliver就跟他私奔了 其實如果你沒有漫畫背景去看這部電影 是完全不知道做什麼 而且那個處理是很奇怪的 我覺得是可以處理得好一些 例如你可以說走走走 煉獄突然爆炸 因為接近Oliver對煉獄的感受 Oliver就跟Mia一行人失散 然後在山洞裡遇上了Specta 我覺得Consentine是可以在場的 就是看著遊戲卡牌 時間有限 但Oliver也跟Consentine說 你們回去吧 我留在這裡 我知道劇組剪了很多電影 因為她一集只有四十多分鐘 是不夠做的 但其實你可以剪走Cara和Cate那段電影 劇組應該是安排整集最精彩的部分 Sorry Lucifer completely stole the show 後來她是說Lila回到Rave Rider 然後Antimonitor就上去 把Monitor殺死了 這是漫畫致敬劇情 之後Pirala就用自己的功能 把七粒龍珠送到消失點 然後整個Earth 1就被消滅了 最後還有一個爆點 就是這個Earth 96的超人 都是假的 是Lila's Louver扮演的 Multiverse已經全部摧毀了 而唯一可以拯救世界的七粒龍珠 竟然有一粒是假貨 是一滑滅滅滅波 這個安排是挺有趣的 不過不用擔心Lila's Louver 不只是Lila's Louver這麼簡單 它是擁有著命運之書的Lila's Louver 所以劇情應該會更白癡 我自己覺得Multiverse消失了 但不代表天堂地獄也會消失 所以Oliver也可能還在連獄裡 可能會否作為Spectre 是可以加入七龍珠幫忙呢? 究竟之後的劇情會如何發展呢? 那就要下一年 《無限地球危機 Part 4》的評論再見 如果有甚麼留言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還有記得按讚和訂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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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